像这个地方的做法,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找 所以基本上的话,第一个是先把这个范围先删掉啦 将来这个筛选一样,要先把旧的范围删掉 不然的话,像有些地方是一般比较多,二般比较少 二般的话会有旧资料会出现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先把旧资料删掉 然后再来,第一个VPA的方式就是 我从第5,就是 K等于5,意思是从第5列的地方开始放 然后再来就是说,找的范围就是从第2列一直找 找到第12列为止 那找什么呢?找如果说呢 我们找的那个范围里面的A栏,如果有跟H2 意思说这个地方班数是一样的 那就帮我把找到的同一列的BCDE call到这边来,意思是说一个一个把它call过来 如果要往下放的话,这边又有一个K了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K还蛮好用的 放一个之后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OK,比如说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假如说我这边设一个中断点 比如说找到之后 比如说有找到了 这二班的 那基本上的话在第4列 对,第4列 它就把正例 语文 这个分数都带过来 所以它就一个一个 把BCDEcall到GHIJ 所以F 一个一个call过来 那call完之后的话 再把K加了1 本来是第5列 把它加1 变第6列 然后再往下找 找到了 在第6列 第6列 对,然后把红音 再把它抓过来 一个一个抓过来 然后一直累推 就通通抓过来 那可是这样的方法的话 有一个缺点 就是效率比较差 如果你要效率比较好的话 我是建议 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前面我们有讲过 就是 那个什么呢 Auto Filter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查资料的话 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 其实主要是两行 第一行的话 就是说 我这个范围要筛选的话 那我就什么 跟他讲说 Range 哪个range A1到112 点Auto Filter Auto Filter 就是什么 筛选 这边Auto Filter OK 他会问你 至少很多问题 不过主要 打两个问题 哪一栏 第一栏 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栏 找什么呢 Criteria 1 找这个 所以这个的话 在range H 这个range Range Range H2 也就是说 帮我筛选 2班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那当我筛选完之后 把 B C D 1 这几栏 A栏 不用 资料帮我call过来 那call到哪里呢 所以你要跟他讲 我要把 所以我习惯是把这个拿来控制 A1不用 应该是B 第一列不要 意思说我从这边开始 不是从这边 不然从A1的话 他会连 A栏 跟上面栏文名称都call 那我不要 我只要下面这些 那就B2 然后后面的话 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帮我copy到 G5 就好了 你不用跟他讲说 你G5 以后要怎么放 反正你就放G5 剩下就延伸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就给他一个 他讲说 你帮我call到 G5的位置 OK 那理论上 这样已经写好了 只是说呢 因为如果 因为我们是用筛选 所以呢 假如你执行完之后 会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 假设我要找一般好了 按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做 这个地方 我把它执行 主要是这两行 执行 那你会发现 一般的部分 已经过来了 但是问题 你会发现 怪怪的 为什么这边会多 因为你最后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筛选复原 一般就过来了 那所以 如果你将来 城市里面 希望把筛选复原的话 很简单 就把这一行call过来 后面的这两个东西 不要带就好了 这个叫恢复成原来的状态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我今天把它改成三班 然后再按筛选 他就ok 可是有个问题 三班只有三个 为什么一般的没三 所以最后呢 你就要再补一行 什么呢 就先把资料全部删光 然后再去做筛选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筛选三班 三个 然后二班 两个 一班 这么多个 ok 所以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会发现 以后要调资料 真的非常的简单 因为最后 这个还蛮重要 所以最后我补充一下这个部分 最重要就是这两行 那这一行是你要把筛选关闭 那这一行是把旧字要删除 ok 那这个部分我 好像在云端上没补充到 所以我把这个部分呢 再把它放在那个326的这个下方这里 ok 所以如果各位要参考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的地方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一期课基本上就先到这里好了 那后 之后如果 各位在 也许课后呢 在观看影片的同时啦 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 当然呢 你可以在那个线上 可以 可以发问也没关系 这个当然 我如果看到问题的话 我也会 尽可能的在那个 就是YouTube下方 也会回复啦 如果你的问题 实在是太复杂的话 那我建议你干脆把那个 就是 档案直接寄给我 那里面的话 尽量详述一下 让我知道一下说 你到底要做什么 什么是做不出来的 ok 理论上 我觉得 大部分 想得到的应该都做得出来 让它可以大大的提高你工作效率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最后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 因为已经 超过一点时间 还是说 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的话 就留下来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先 下课离开 ok 那感谢大家的参与 因为这一期 远距上课实在是有点难度 那有些不足的地方 也许请各位见谅 或者用其他方法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那我是真的还蛮希望 大家 虽然这个课程结束了 可是尽可能的 再花时间复习 如果有些地方 范例没有讲到的话 请各位利用那个范例名称 再到YouTube上面搜寻一下 就会看到我以前上课的影片 OK 好 那不然的话 最后有没有同学还有问题的 这个可能还是要 远距的部分的话 还要看疫情的发展 因为 再来好像已经可以回到教室上课的话 那承办人员有问 所以我是希望说 如果远距跟实体 如果可以的话就同时开 就是说有些同学也许不能来上课 不然我们一边上课 一边也可以远距 然后实体上课同学 也可以在教室里面 这样当然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只是说对老师的负担会比较大一些些 所以感谢大家都 因为这一次上远距 所以有些同学本来不能来上课的方案 可以来上课 那当然我之后就是尽量建议 就是说东吴这边尽量就是 可以兼顾两边的同学的权益 然后上课的模式也许就是会跑到教室 那只是说我还是同步会远去 也会录影下来 如果说真的没办法来上课 也能够接受这样远距上课的同学 也许可以再关注一下之后的课程吧 OK 好 那 不然的话 他们同学有问题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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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